往生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一定要记住 心经则佛途径 灵命中是最后一念 不是敬念 不能往生 什么叫敬念 清净心念这一句佛号 一念深念都能往生 这一句话 决定不能答义 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 清净心从哪里来 谁都帮不上忙 一定要靠自己 到临终再修清净心 怕修不成 来不及了 应该什么时候修啊 如果今天听明白了 今天就要开始修 你才有把握 一清净心 念阿弥陀佛 清净心里面 最圆满的 是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处 其次的 有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止处 再其次的 没有止处 我们都做不到 映光大师在世的时候 许多修净土的人 向他提问 这一句佛号 念佛的时候 心狠散乱 忘念狠狠 杂念狠狠 怎么办 这真的是 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 人这种现象更多 我们自己也不例外 我们仔细在文章里 这些翻译 看到大师的开始 我们的认真 去学 念佛 实在讲 非常方便 不受时间控制 随时可以念 行住作物都可以念 什么时候都可以念 只要空下来 你就去念 就像 地前法师 教过路加 一句方法念到底 内聊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再念 就这一句佛号 一定要把 光念念掉 杂念念掉 如何才能念掉了 在理上讲 你得放下就容易了 放不下 难了 什么都要放下了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空的 人走 没有一样东西 能带得去 祖师大德 常常提醒我们 带不去的 你就不要再理会他了 随他去吧 带得去的 抓紧住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能带得去 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带去 那么在技巧上 燕光大师交给我们 这他自己行的 他是个老实人 很谦虚 说自己 说自己 中下根人 不是中上根人 那么烦恼吸气很重 他用什么方法 他用神念方法 这个神念技术 是暗暗技 不是明技 佛号从一道是 清清楚楚 自自分明 这个人 这个容易摄心 因为你一有妄念 这个书就记错了 必须要记得清楚 但佛号从心伸出来 口里念出去 耳朵听进去 用这个方法学习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不出声音都可以 默念也行 默念的时候 还是能听自己的声音 从一到十 如果 初学的人 从一到十还记不住 还会念念就不想 第二个人 第几年忘掉了 你就分两段 两段还是十句 第一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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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到五 接着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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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十 句句清楚 但是不能够这样念 阿弥陀佛 一 阿弥陀佛 二 这就不行了 那这不是这个念法 是暗记 心里记得 清清楚楚 但是不落痕迹 那很清楚 没有痕迹 可以分成两段 再不行的呢 分三段 三段是 三三四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十 一定要清楚 不要计数 不要用念珠 用念珠计数 分心 对心不能够转移 就是用这个方法 印足一身 就用这个方法念佛 成就 他把这个方法传给我们 告诉我们 这个方法 是养神 养精神 最殊胜 为什么 人没有往下 散好精神的 就是往你 真正修行 是越有功夫 他先越清净 功夫就是清净 功夫就是平等 清净心里头 没有支柱 平等心里头 没有分别 我们的功夫 只要能做到这样 就可以决定 我神 我神有把握 世间人的死 好事 好 坏事 也好 好坏 统统都离掉 都别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好事等于零 不好的事 也等于零 这个你如果 真的了解 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坛指 三十二亿百千年 如果你不解决了 三十二亿百千年 就是一切法 都归零了 三十二亿百千是单位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一坛指 三百二十兆个念头 哪一个念头是你 你我他 祝福众生 一切万物 都离不了 三百二十兆 一坛指的 这个念头 我们把它换作苗 一秒钟 弹得快 我想可以弹五次 那就是 一千六百兆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个生命 哪个什么也是自己 没有啊 这才是真正明了了 听懂了 金刚经上所说的这句话 凡所有相 皆是说 真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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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放下了 真放下了 就随便了 普贤菩萨说的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会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为什么 知道真相 真相 不可得 根本就没有一个得 没有得 哪里得是 得是 没有了 你才真正得到死才 有得 有得 有实 你怎么可能自在 凡夫吃亏 就吃了就亏 认为 有实 有得 不知道 得实是假的 得实 是个抽象概念 白发明门 二十四个不相应 第一个就是 没有四十 没有四十 抽象概念而已 没有四十 没有四十 没有 感谢观看